中共水利部11日報告 7月10日8點至11日8點 陝西 四川 重慶 雲南 貴州 安徽 江蘇等地 34條河流發生超景以上洪水 11日18點正式發布 長江2024年第二號洪水在長江上游行程 當天 三峽大壩開三孔加大洩洪量 據重慶市水文監測總站資料 11日8點至12日8點 重慶有12個區縣遭遇大暴雨 全市有29條河流出現超警戒水位洪水 截至12日8點 滇江縣大沙河 前江區阿鴻江等4條河流仍超緊 網傳視頻顯示 上游多個電站泄洪 導致河水暴漲 11日 重慶開州區 滇江 豐都 雲陽 以及臨近的達州等地 洪水泛濫 損失慘重 12日上午 有村民發視頻顯示 雜後家裡積水 一片狼藉 斷水 斷電 斷糧 沒有獲得救助 11日晚上七時許 洪峰過境達州城區 超警戒水位近2米 沿河部分街道進水 臨近重慶的達州曲縣 截至12日上午 冰河的一樓門市仍大面積泡在洪水中 達州鄉鎮沿河地區 房子和農田被淹 鄉間玉米被洪水沖倒 有的積水未退 達州多個村鎮遭到洪水襲擊 人事鎮民眾披露 當地河水突然暴漲 出現幾十年不遇的內涼災害 新唐人記者 雄斌高玉採訪報導 是阿道 郭主席 佬家和農林寅 斯汀田 作詞互 由洋揚助 優美 印度 oud sheer二樓門市場